我们一起冒祷 奉祈祖圣明 我们继续来分享歌罗西书的道理 刚刚讲到安息日的重要 而且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来守安息 那这样才能够蒙福 要调转脚步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按照自己的喜欢来做事情 而且不可以以团契聚会来取代安息日的圣会 我想这样如果我们愿意谦卑地来遵守 相信圣经所有的福气 有关安息日的福气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讲到歌罗西有五个异端 那我们要如何按照保罗所指导的如何来做辩证呢 怎么知道这些是错误的呢 首先就是要求一种从神来的智慧 既然这些异端来自于人的智慧 我们昨天讲到后来第二世纪的所谓 就是高举人的智慧 这是人的智慧 人的智慧无法完全参透这一位神 反而用人的智慧要来扭曲更改神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属灵的智慧 那圣经也讲悟性 我们看歌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第九节 第九节 歌罗西书一章九节 第十节 歌罗西书一章九节 歌罗西书一章五节 要为他们祷告 那祷告什么呢 祷告什么呢 录罗祈求神让歌罗西书一章五节 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和物性 要有神而来的智慧和物性 才能知道神的旨意 也才能借着行到多结果子 来渐渐多知道神 要真正的认识主 不是靠人的智慧 如果靠人的智慧 就会像刚刚讲的异端 发明的天 这些灵界存在者让人去拜 这就错了 如果靠人的智慧 就会把耶稣 把他贬为次等的神 那我们要求 属灵的智慧和物性 属灵的智慧我们都知道 也就是要借着圣经真理 来明白 对圣经要查考清楚 而且对基督的认识 不能只表面认识 要正确的认识 这个叫做物性 什么叫物性呢 就是看得正确 认识正确 耶稣是这位至高的神 你不能把他认知为 他是次等的神 这就是没有悟性 我们看事情 不能只看表象 要从他的真相来看 有一次 有一个弟兄 看到一个姐妹 年轻的姐妹 从传道房走出来 哇 不得了的事情 哇 激烈 赶快去告诉负责人 传道跟这个姐妹 一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姐妹 从传道房走出来 负责人你赶快去调查 结果负责人就要去找传道 结果呢 传道房里面 有很多的弟兄跟姐妹 都在传道房 这个走出来的姐妹 也是其中一个 她要去上厕所 这个她看到姐妹 从传道房出来 这是事实啊 但是真相不像 她想象的那样 我们常常把事实当真相 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就开始想象 哇 天然地别想得很远 这就是对事实的本质 真相没有正确的认识 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事情 一个东西要从它的本质 就是它的功能性来了解 比如说我们这里应该有产甘蔗吧 甘蔗 一根黑黑长长的 那现在都是炸成甘蔗汁了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啃甘蔗 都是一节一节这样拿起来啃 连皮都没有削的 好 甘蔗 一根长长细细的 黑黑的 它的长相是这样 那我们前面有一个无线麦克风 如果那个头拿掉 也是一根黑黑长长的 你不能说 啊 黑黑长长的就是甘蔗 领事的人怎么用甘蔗在发音呢 我们不能说 为什么是拼音符 那种音符在里面 那种人走在路上 怎么在啃麦克风呢 这就是悟性错误了 没有悟性 所以这里保罗说 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基督 是要从他的本质来看 不能只从外观来看 要靠着属灵的智慧 满心知道神 满心的认识基督 dengan segala hikmat rohani kita sunggu-sunggu mengetahui Christus mengenal Christus 智慧就是我们一种判断力 这个时候还要加上悟性 juga harus ditambah dengan logika kita pemikiran kita 你要判断正确 kita harus mengambil keputusan dengan tepat 不能把麦克风看成 干燥 把干燥讲成麦克风 jangan mikrofon dianggap sebagai tebu tebu itu sebagai mikrofon 当时候 哥罗西异端 其中 他们就是这样子 把基督看成 次等的神 基督就是这一位 太初存在的道 成了肉身来到世界 但是他们用人的智慧 错认耶稣 把他说 只是人而已 不是神 如果耶稣只是人 那他没有资格替我们受死 他十字架 他也是为自己的罪而死 如果他只是人 他也是有罪 就像世界各大的教主 他们都是人 他们不是神 他们没有替我们受死 他们顶多只是 品德很好的人而已 他们不是神 因为他们也有罪 他们没有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们的死是死在自己的罪中 那他如何能够救我们呢 所以我们说 除了我们耶稣以外 没有拯救 没有救主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唯独耶稣 这个才是真理 我们用这样来认识耶稣 这才是悟性正确 如果不照这样来认识 就是你没有悟性 那如何用悟性 用智慧来认识耶稣呢 那保罗教导我们 看哥罗西书三章的十六节 mari kita lihat Kolose 3 ayat 16 16 dan 17 16 dan 17 Kolose 3 ayat 16 Hendaklah perkataan Kristus diam dalam dengan segala kekayaannya diantara kamu sehingga kamu dengan segala hikmat mengajar dan menegur seorang akan yang lain dan sambil menyanyikan masmur dan puji-pujian dan nyanyian rohani kamu mengucap syukur kepada Allah di dalam hatimu 17 dan segala sesuatu yang kamu lakukan dengan perkataan atau perbuatan lakukanlah semuanya itu dalam nama Tuhan Yesus sambil mengucap syukur oleh Dia kepada Allah Bapak kita 所以十六节 说 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 的存在心里 那 hendaknya perkataan Kristus diam dengan segala kekayaan diantara kamu dengan segala hikmat mengajar menegur orang 所以我们要 多多学习 圣经的道理 圣经的道理 要按照原意 原来 神的意思 把它理解清楚 kita memahaminya dengan kebenaran Allah dengan apa yang dikehendaki Allah 所以我们 读圣经 要把圣经的 意思 读出来 所以圣经 要查考 从圣经的 原意 去查考 所以 为什么 要上 试经 学 圣经 告诉我们 要 按照 正义 来分解 正义的道 我们 读圣经 不能 把自己 的意思 读进去 这段话 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 我认为 不认为 不能 我认为 我认为 要去查考 原来 神 让这些 圣经的 作者 写这段话 他的意思 是要 教导我们 什么 这才是 让正义 分解 真理的道 那那个正义 那个分解 原来的意思 就是 切割 切 切 不断的切 分解 就是切 按正义 分解 真理的道 等于是 你在 切割 东西 一样 那个不好的 要把它 切掉 就像我们 在学 摄影 有人说 要 剪去法 一个图面 一个 你 你在 构思 构图的时候 你照相 你要构图 把不必要的杂物 把它去掉 你要图显 那个主题 主题要出来 不必要的杂物 那个电线 要把它切掉 那我们查考 圣经也是这样 圣经的意思 要把它查考 出来 一些不正确的 杂念 想法 要把它 切掉 这才是正确 查考 圣经的方法 查考出来的正确的道理 要尤其中 要与其中 要与其他 存在心里 或是 用各种方式 来 彼此 去教导 对于 圣经的道理 如果对幼稚班的 小朋友 我们就把它 说 用说故事的 你叫小朋友求圣灵 你就用讲故事的 你喜欢玩具吗 你喜欢玩具 你一定会很认真的求爸爸买给你 这就是跟我们祷告 情词破切求圣灵一样 我们教到小孩 祷告圣灵 祷告圣灵 你们喜欢玩具吗 玩具 yang你们想 爸爸购买 这就是用比喻性的说法 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是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 那对老人团棄 有时候我们要让他被经文 哇,记不起来 那我们就编成赞美诗啊 多唱几次就记起来了 不想记都记起来了 这就是各种智慧 那 itulah hikmat 所以要用各种智慧 把神的道理 丰丰富有基督记在心里 要真正的认识基督 要真正的认识基督 那如何正确认识基督呢 认识基督是什么 基督是谁 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问门徒啊 你们说说看 外面的人是如何认识我 那门徒就说了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开始 其中有人就说 这个有人说 主耶稣你是施洗耶稣 又有人说 啊 耶稣你是以利啊 又有人说 啊 你是耶利迷的 或者是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这是门徒听到外面的人 来认识耶稣的现象 这些人还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 这些人还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 耶稣是从那一位神而来到世界的 可是呢 外面的人只把他认识为 他只不过是人群当中里面的先知的一位而已 如果把耶稣认为先知里面的一位 那只把耶稣当成是人而已 但事实上耶稣不是只是人啊 他是神啊 他有人的性 他也是神 他有神性 他就是这一位太初存在的道 就是这一位独一真神 他就是这一位独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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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的 当时候很多人都还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 hanya sayang sekali banyak orang belum sungguh-sungguh mengenali耶稣 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和物性 那这时候耶稣就问门徒了 好了那门徒你们说说看 外面人认识我跟你们认识我应该是不一样 我们知道彼得就回答了 哇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有没有讲对 他讲对啦 基督就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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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你是那一位永活的神的儿子 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到世界的 那耶稣这样好像是在称赞 彼得的智慧 其实不是 耶稣知道 彼得能够这样的认识耶稣 不是他自己的智慧 是天父只是他的 如果不是天父只是的 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啊 所以要真正的认识耶稣 就是要从天父而来的 树林的智慧和悟性 绝对不能靠人的智慧 不是靠刚刚我们讲的 所谓诺斯底主义的高举人的智慧 这样的错误的哲学 那我们知道 耶稣他是从神而来 他也是带着神的形象 我们来看一下 西伯来书的第一章 Mari kita lihat 西伯来书一章三节 Ibrani 1 ayat 3 Ibrani 1 ayat 3 这里提到 耶稣是谁呢 他说是神荣耀首发的光辉 我们说神并不是像我们人 有一个肉体这样 甚至说神是灵 那灵是无骨无肉 就当神像这些古圣徒显现的时候 常常常都是用那种荣光显现的 并没有一个实体让他看到 是让人看到神的荣耀 那这里提到的说 基督来到人间 看起来是有一个肉体 我们看得到 但是在本质上说 他是神荣耀首发的光辉 那神荣耀的光辉 就是神本身 所以他进一步说 是神本体的真相 本体的真相 他的真正的形象就是 他的本体 耶稣其实就是神的本体和真相 所以我们要正确认知 耶稣就是神 代表神 他就是神 他用神的形象来到世界 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8节 约翰福音一章18节 这里提到说 从来没有人看过神 只有独生子 就是耶稣基督 将他表明出来 而且又说 耶稣是在神怀里的 的独生子 耶稣就是神怀里的独生子 这里提到耶稣 是神 将神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说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 所以 在这里 dikatakan bahwa manusia melihat aku maka 也就是 melihat Allah 他就是这一位神 dia adalah Allah 而且 他在 创造之初 就存在 dan 一章三节 这样说 说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bahwa segala sesuatu 都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他造的 dan tanpa dia tidak ada sesuatu pun yang telah jadi dari segala yang telah dijadikan 所以 基督就是 这一位 造物的 主 而且他具备了 生命 生命由他而来 kehidupan manusia itu berasal dari 他是光 他是真光 他 adalah terang yang benar terang yang benar ini membawa kehidupan bagi manusia 以赛亚书说 神造我们的 这个 肉体 和灵魂 kita biasa mengatakan Allah menciptakan jasmani dan roh 我们有肉体 有灵魂 kita ada jasmani ada jiwa 我们也有 灵性 有气息 kita juga ada nafas hidup 在 创造之初 耶稣基督 就 就 存在 pada awal penciptaan 耶稣 基督 sudah ada 真言第八章 用智慧 来形容 基督 第八章 说 在 创造之初 他就 存在 看 真言的 第八章 22 Amsal 8 ayat 22 Tuhan telah menciptakan aku sebagai permulaan pekerjaannya sebagai perbuatannya yang pertama-tama dahulu kalah 23 ayat 23 sudah pada zaman purba kalah aku dibentuk pada mula pertama sebelum bumi ada 25 ayat 25 sebelum gunung gunung tertanam dan lebih dahulu daripada bukit bukit aku telah lahir 这里 我们就知道 他以智慧 为基督的 一种象征 dia dengan hikmat untuk melambangkan Kristus 其实 在讲 基督 sebenarnya mengungkapkan tentang Kristus 在 还没有 创造 世界 以前 基督 就 存在 sebelum dunia dijadikan Kristus sudah ada 所以 他是 造物 的 主 我们也 知道 教会 是 基督 的 身体 那 教会 基督 是 教会 的 头 我们 读 以乎 所 书 跟 哥 罗 西 书 我们 发现 内容 有 很多 雷同 的 地方 但是 从 两个 不同的 两端 来 讲 教会 在 讲 教会 跟 基督 的 关系 有 所书 是 特别 强调 教会 是 基督 的 身体 基督 的 身体 只有 一个 这也是 我们 昨天晚上 讲到的 得救的 真教会 只有 一个 而 教会 在 属灵 里面 用 灵 的 角度 来 看 它 是 基督 的 身体 基督 只有 一个 所以 基督 的 身体 要 连接在 头 跟头 连接在 一起 特别 基督 要 基督 要 基督 是 基督 是 教会 的 头 从头和身体要连接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关系来讲教会 而且基督是完全的 是一切丰盛的 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第2章9节 9 dan10 这里提到神本性的一切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这段话不好理解 讲到神一切的丰盛 也就是说神的全能 神的全自 神的全在 这些丰盛就是用一个丰盛来概括神的所有一切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为什么要讲有形有体 这就是针对那些 请继续 就是针对那些说 耶稣他不是道成肉身的 他不可能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所以一端是说 基督不是 不是那个 真神来到世界 他们不接受道成肉身的这个说法 甚至有一派的说法叫做幻影说 有时候我们会幻觉 好像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是你的幻觉 有人很喜欢做白日梦 做白日梦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 你现实面无法达到的成就 你在梦中都可以达到 做梦太多的人 到最后梦睡了 你也摔得很重 我们讲的错误的异端 有一派叫做基督是幻影说 是幻影 他是幻影 他不是真的来到世界 如果基督是幻影 他没有来到世界 我们要信他吗 但是这些人说 耶稣是幻影而已 他真的有来到世界 但是他只是幻影而已 所以他是赤等的神 所以信他的人大概也都是幻影 终究就是难科一梦 梦醒了 人醒了 梦也睡了 好 保罗说 耶稣如果没有替我们死 他不是救主 他也就没有复活 他也就没有复活 他死了就死了 他没有复活 那没有复活 我们为什么要信他 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为什么要信他 我们就跟一般人 吃吃喝喝就好了 因为明天也会死 那死了以后 再说吧 但是 这是异端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 你要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 他是有形有体的 而且他是含着 里面带着神本性的一切丰盛 而且 他来成就和平的福音 他带来了十字架的救恩 这个在以福所书有提到 以福所书的第二章 第十一节到十八节 我们就不再读了 以福所二章十一到十八 耶稣基督 他用他的身体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然后成就了和神跟人之间的和睦 使我们与神和好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 也要有和平的心 因为 CPA 很难和平相处 仍然会 Roy 彼此排斥 甚至彼此斗争战争 这在基督里不是在基督里应该有的现象 那是继续在罪恶当中 因为罪恶就是含着斗争 但是基督他成就了和平的福音 借着他的牺牲使人跟神之间的隔墙推倒了 人跟神之间本来是有罪 是罪隔绝的 人犯罪神要追究 因为人犯罪是得罪的神 也得罪自己 所以神要追逃 因为神是公义的 他不会把有罪当成无罪 也不会把无罪当有罪 有罪的人如何变成无罪 就是接受罪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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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儿子犯罪 神说我来顶替 我来顶替 我无罪的神可以顶替 这就是43分 这是43分 43分 还有2分钟 那我们既然时间到了 我们就来唱诗 我们来唱赞美诗 我们要唱哪一首 12首 12首 谢谢大家